讲一下我们这个Prototype 好的好的 我先看看是哪一个 应该是这个 我先把我这个都关掉 东西太多了 好了可以看到吗 可以可以 好我用最快速度讲一下这个Prototype 上次我没讲清楚的 其实我上次理解是对的 只不过他的那个被Test case误导了 所以我就重新讲一下什么是Prototype 用一句话说什么是Prototype的话 就是Prototype先说作用吧 作用是他每一次你有一个这个subclass 在CR家看来是不是特别好的 然后所以我们用clone的方法去做是最好的 就比如说你在做游戏的时候 然后你要有一大堆数 就是假如你做什么魔兽世界 然后里面有伐木工砍数 那一大堆数的话 他们是相同的这个objects 你要去create那种相同的objects的话 你每次靠一个class去new一个 这个在heap里面创造一个objects 他们认为是不好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是 可能是我对底层不是特别了解 我觉得好像没无所谓 那他们认为你创造一个objects 然后你再用clone的方法去 把这些objects都创出来 是最好的方式 那还有一个好处用prototype是什么呢 就是我去创造一个这个objects的时候 我可以有不同的subclass 所以这点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优点 所以那回到第一个问题 什么是prototype prototype就是clone一些objects 就是你在建一个图啊 建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需要相同的objects 就是identical的objects 你要makeclone的话就用这个prototype 所以cloneprototype只做一件事 就是cloneobjects 但是它允许你clone不同的这个subclass 所以因为你define的一开始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例子 它给你是一个animal 然后你在cloneobjects的时候 你可以clone这个ship 你也可以clone这个dog 都是在run time的时候去clone 所以这是prototype的一个优势 所以看到这个图之后 基本上基本就了解了什么是prototype 那我们就可以大概看一下 在我们看代码之前 我们再理解一下 就是我们的client 去靠一个factory 这个factory 然后会靠这个prototype 这个prototype factory 你就把它想成一个factory method 对吧 把它想成一个factory pattern 它会去在另一个class里面 去创造不同的subclass 怎么创造呢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interface 然后需要两个不同的这个subclass 去implement我们这个superclass 然后你在clone的时候 你实际上会是在这里 就是在这个factory里面 然后去做一个dynamiccast 这个其实书上 我们就是看这本赛家的书 里面说python其实用dynamiccast 其实不是特别好的 但我在看这视频的时候 他们没提到java 有这种问题 所以可能是这个问题 只是存在于cr家里面 但java的话 你其实可以直接去cast 就是你在靠 你在这个factory里面 假设你要make一个ship的时候 你实际上是要把它 前面就是不让你们写java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有一种cast 就是你实际上本来make的这个objects 可以是一个superclass的 但是你加上cast之后 它就会变成你的subclass里面 所以你可以把它cast成ship 可以把它cast成dog 但python的dynamic 就是重复一遍 就是在家里面的这个dynamiccast 有时候是不是特别safe 这是一个cavia 然后大概整体就是这 这就是一个prototype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代码是什么呢 其实也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需要 一个animal 这个animal的话 我们上次我在那个网上找的资料 那个用的是 它没有这个extendclomb 其实我们也是make a copy 然后它是直接 它直接在这儿 make copy在这儿 它建造这儿的时候 打copy 点copy 但那种方法其实也是可以copy的 但是这种copy是最好的 为什么呢 clomb是相当于一个deep copy 就是这书上也提到了 就是说deep copy versus shadow copy 但最好的方法还是用deep copy 所以这个方法应该是最好的 所以就你建一个animal的时候 一定要这个extend这个clomb 当然如果用python的话 那就简单了 直接copy dic copy 直接完事了 所以完全这个pattern就不用用 所以啊对 回到这个话题 就说 呃再补充一点prototype 这个pattern 只适用于这种static language 就是说java p java和cic python的话完全就不需要这个 就是python直接你掉一个library d copy点deep copy直接就搞定了 所以就不需要这个啊这个pattern 啊然后我们回到java这个代码 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animal 啊有了这个animal之后 我们extend这个clomb 就是为了一会儿就是直接clomb 就是make一个deep copy 然后我们有两个subclass 一个是sheep 一个是dog 但是这里就没写dog了 我们就直接看一下sheep 需要个constructor 然后make copy make copy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cast 然后在家里面你要用一个dynamiccast 其实也是相似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这个clone之后 它是animal 但是我们要clone成什么呢 你在sheep里面就把它cast成一个sheep 在dog里面就把它cast成一个dog 然后之后就完事了 如果没成功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try catchblock 去把它catch住就可以了 呃之后你就把这个新copy的这个sheep return出来 return出来之后 然后我们在这个main function的呃这个factor呃这个factor呃这个factor就把它当成一个factor pattern 我们把它这个encapsulate到一个我们的这个get method里面 然后实际上到后面就我们开始调用了 第二个这需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这个sally是一个sheep 然后我们这个clone shape实际上是我们呃clone这个sally 然后拿到的一个copy版本怎么验证它是一个copy版本呢 如果你去print这个sally的话 它名字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你实际上去把它俩的id就是这个hashcode都打印出来的话 它是不一样的 所以证明了这个clone是它的一个copy版本 它俩不是一样的 就是它是copy by value不是copy by reference 基本上就这一点 所以它就把这一答应出来了 呃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讲的prototype 非常简短 有什么问题吗 呃 copy copy的话永远都是copy by value copy by reference的话 你想想他pass by reference 它就是把pointer指向一个地点 所以它永远都呃和copy没关系 所以pass by 呃 只要说到copy的话都是copy by value 但问题是copy python也是 python分为两种 你要调copy这个library的时候 一个是copy.copy 一个是copy.deep copy copy.copy的话只适用于这种primitive 就是假如你copy一个array啊什么什么的 或者copy一个strain 或者是那八个primitive 但是如果你要copy一个list of list 这个就必须deep copy了 或者你copy一个graph 然后copy一个classobjects 这些都需要deep copy 这些都是nested的那些东西 所以都是需要deep copy去搞的 所以呃 pass by value的话分为两种 就是刚才提到的copy和deep copy 但是和reference没关系 pass by reference的话就是 呃就是pointer的转换 你指向的不同的这个memory address 就是和和pass by value 完全是两码事 哦好的好的谢谢 好没有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那我暂时讲到这 然后你们 还有一个问题 可以可以 我想你能再强调一下 就最开始好像你有说 就是说这个是用到什么情况下 我们在什么时候需要用它呢 你刚刚我好像记得了就是pathon的话 我们就不用这个pattern 对 但是如果是用夹吧 或者是一架夹写的话 我们会用到 但是如果是面试或者工作当中的话 你可不可以举一个稍微一点例子 就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运用到它呢 对 就比如说刚才我们举到的 假如说你玩游戏啊 像魔兽世界或者是红井什么的 你看那些小兵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假如说 不然你没玩过红色警戒 这可能 我都没玩过 对对对 这是男生玩的 我想想你一个女生玩的 QQ农场玩过吗 也没有 但是大概知道就是好像干嘛 对 就是你在QQ农场种菜 对吧 然后你这可能是一个vegetable 然后这是一个carrot 一个是大白菜 对吧 胡萝卜和大白菜 然后胡萝卜和大白菜 然后你看那个农场里种的大白菜 其实都一模一样的 他不可能每次都 呃建一个新的这个大白菜 所以你要是要想 你是说object不会建一个新的是吗 对 他他意思就是 这个就防止你去新建一个subtype objects 他说他他认为 这个书的作者认为 这么新建是不好的 所以那些gandam for 他们create一个这个prototype 对 这这可是 这个我个人认为好像 呃 有点反逻辑的 我觉得是没啥问题的 但是他们可能认为不是特别好 所以他们就呃 要clone这种东西 但是他clone出来的不是一个object clone是是一个object啊 他就是相当于 你看这个代码 他是 那跟重新创一个有什么区别呢 这也是我的问题 所以我不是特别理解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就是创造出相对一个复杂的东西 呃 他们觉得new一个不好 但是clone一个相对比较好 所以他们这就是他们所做的所有一切 嗯 好吧 感觉好奇怪啊 他们都是有了个object 然后object都会在heap上面存吗 不都是有在heap上面创建的空间吗 是 还有个好处是 他其实把这个encapsulate 到了一个factory里面 就相当于一个factory design pattern 然后你实际上创造的时候 是在run time 就说你呃 你想创造sheap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个factory里面 然后把它cast成一个sheap 然后把它cast成一个dog 这是另外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好处 但实际上你用python的时候 其实完全无所谓 python的话 你直接就是 当然你也可以建这个 但实际上你每次new的时候 你就 你就创造一个这个 假如说你创造一个胡萝卜 然后你python就可以copy到deepcopy 再把这个放进去 然后也会clone一个 所以压根就不需要这个factory了 所以python的话 这这这部分代码是用的 这部分其实就不用了 然后直接client直接去掉那个library就可以了 那那是不是我可以这样理解呢 就是说 嗯 我可能就像我要很多的相同的东西 像刚刚说的胡萝卜什么的 我们要想很多相同一样的 然后我如果用copy来做的话 就用那个这个prototype来做的话 我就可以把那些繁琐的那些 呃像这个object里面的那些东西 我就不用一个一个去重新new出来一遍 而且我就copy的话 就是会有一模一样的那些东西 我 我觉得其实你new出来和这个达成的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你最终形成的results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只是认为new这个过程不是特别好 你你最后你想想你new一个这个subclass new出一个胡萝卜和你clone出一个胡萝卜是一模一样的效果 对吧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 但是我想他们是不是想的是他如果lure的时候可能会犯错误 就是说可能哪个属性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他如果copy的话 那肯定是呃就是exactly 这非常相同 我不知道 这个有点偏底层 其实我这个也是我刚才的疑问 其实我不是特别知道 这得 所以我我就是很好奇为什么需要这个pattern 我觉得这个pattern唯一的好处就是你有个这个相当于你abstract away了 就是相当于你建了这个structure之后 然后你每次new的时候可以在run time做这可能是第二个好处 我觉得可能偏这个好处多一点 第一个第一个的话其实我还没理解书上为什么这么说 就是你刚才提出那个疑问 为什么new比这个呃不如这个clone好 他他在run time的时候见的时候的 你你一直强调的他在run time见的时候做的好处 我有点想问一下 嗯为什么在run time的时候见有好处呢 你你是你的run time是跟那个compare time比较的吗 啊run time run time见的好处就是相当于一个separation 这就是整本书一直强调的对吧 因为你在这里呃就是你在调的时候去 有就是你在run time的时候有更多的flexibility 就比如说我在这的时候 我我在main的时候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我我有更多的flexibility去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如果你去new的话 嗯 哎这怎么解释呢 呃为什么run time的时候好吃多 run time的时候 我我怎么感觉好像整个creation的pattern 好像都是在解决这个run time的问题 就比如说你像factory pattern也是 就是他也是解决了一个run time pattern的问题 就是你在make啊 你在make一个的东西的时候 呃你在make一个wall 就是这个书上举的例子make wall make这个room 然后你直接直接调用一个make room就可以 你不要你不用在这里建一个写个new 你不用在这里写new 就是这相当于这个close coupling什么的 假如说你这个main function不是一个main 你是另一个class在调用这个的话 你看你看这里完全就没有new 而且有一个new这不好 但但这里的话 但这里的话就不用调用new 这样的话就没有close coupling 你其实只和这个animal maker相当于一个factory 呃之间有有交集 就是你你是两个不同的class之间有交集 而不是呃不用就是调用 呃就比如说吧呃 比如说我们的factory可以make一个wall make一个room 如果你在这个main里面的话 你没有这个factory manner 你要new一个wall new一个room 这样一个main function 一个main function就和 既和wall又和room又和maze 之前产生产生的关系 这样非常close coupling 但是如果你有个factory的话 你就不需要和他们三个都有交集 你只要和这个factory有交集就可以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相当于一个decouple的一个关系 所以这这就是run time的一个好处 嗯好谢谢谢谢 好没问题 哦如果你没有补充的话 这是我暂时能想到的 我估计可能还有更多的好处 我暂时想不到 嗯其实我也是在想 因为其实我之前嗯就上次听了大家讲嘛 然后呢嗯我也在想这个creational pattern 他好像这些就像上次呃一凡也说了 他说好像他讲的那个呃 pattern和我上次讲那个builder就很类似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一类的creational pattern 他其实他其实就像刚刚我就觉得我可能没有掌握到他的精髓 哦这本书可能不适合不适合入门 但是我上一本书其实讲的非常细 他我在我记得他在讲factory的时候呃讲了这个run time的问题 就是还有abstract factory 嗯好好好谢谢谢谢我再去看一下 好好啊下一个是谁 哦那那那我来讲一下 可以可以好那我卸一下屏幕 可以可以看到吗 哦我可以看到 哦哦就是我先说一下我可能 嗯技术不太好然后工作经验也不是很多 所以讲的如果有问题你们要及时反应我 或者是到时候跟我补充一下 可以可以不好意思 嗯然后这个是factory method今天讲第一个 然后是上周遗留的上周因为没准备好 然后我就第一到今天来讲 然后他就是看一下定义 他是define a interface for creating an object 一般的话然后他主要是就是放一个单独的接口 然后来这个接口里面的作用就是来 创造各种各样的对象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呃呃 factory 的形式 就是我们之前的正常嗯就是普通的形式就是会直接在代码里面 拥对象你使用的时候就直接拥拥完 然后你就通过这个对象 然后来呃做一下其他的方方法 调用调用他该实现的功能 但是factory measure他就呃因为呃就会呃 如果这样做他就会那个呃如果你的对象太多了 就是新增功能或者什么就会呃呃 修改改动比较多 然后他就引进了这个factory method 然后单独抽出一个框架 然后如果你要新增对象 然后你就直接在一块的码里面添加就可以了 然后他的呃 然后他的主要框架其实应该看嗯 先看下面这个吧 然后他主要有四个部分 一个是creator 然后一个然后是concreate creator 然后product跟concreate product 然后creator他就是定义了一个extract factory 然后这呃是一个接口 然后呃在这个接口里面 然后你来实现就是写一个抽象的方法 呃定义接口 然后呃在具体里面他concreate 然后就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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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那类型其实那个对象其实他的腹内应该是这个破达 然后这个是那破达也是定一个抽象的类的接口 抽象的内不是讲了 然后具体实现就是具体的指内是是这个样子 然后我我就稍微写了一下 举了一个例子然后帮助自己理解 然后但是比较简洁就也在网上看了一下 首先然后定义了一个Factory的工厂 然后是Abstract的类型的 然后在这个类它就是相当于是这个Creator 然后在这个Product是定义的就相当于是这个产品 然后TV跟Car是这个ConcreteProduct 它们里面具体是需要什么样的类型 具体的方法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就后面就定义了工厂 就是Factory Method 主要是这个TVFactory跟CarFactory 它里面的对象就是主要是这样返回 它在这个类里面它会return一个object 就是new object我们把之前在代码里面 用的如果是你需要用的时候你new对象 然后它就会把它放在这个Factory Method里面 然后如果你调用它 它就会给你返回一个这个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就会来调用你之前 因为因为这个内它是继承于这个Product 然后它里面会显示对应的方法 然后如果你是就是在那个client单 或者是application的 然后你就是通过可以直接通过 你是需要什么 比如说你需要冲到一个TV 冲到一个Car 然后你就直接new这个工厂的对象 然后去调用它里面的方法 就可以实现了 这样就 我专业的词语叫decoupling 然后大致工大致Factory Method 是就是讲的是这个内容 是不是有点滑烂 没有没有没有讲得很好 其实我想补充一个东西 你回到那个代码 然后你回到这个TVFactory 或者是CarFactory都可以 然后你看这里 其实它new的是一个concreteclass 然后这个Factory 这个pattern和abstractFactoryPattern 其实唯一的区别就是 在普通的这个traditionalFactoryPattern里面 它直接用的是concreteclass 但是在abstract这个factoryPattern里面 它这里面其实用的是这个 另一个abstractclass 就是说 它把这个product也给abstract away了 就是你看这里用的是concrete 它其实在abstract里面 它直接new的可能就是一个就是一个product 然后这个product可能有不同的这个abstract 不同有concrete这个subtype 然后这个subtype和这个factory 是一一对应的 所以这俩是一个小区别 对它这个地方就返回 直接是这个类型 是这个意思吗 不光是类型 好像是好像是 你这个是你这是普通的factoryPattern对吧 啊这个 不是这个是factoryMethod 因为它直接return一个new嘛 对对对啊 如果是return这个products的话 可能就是 呃 对如果return一个subtype的话 可能它就是abstract 你是说这个地方它是 嗯 对 对就是这儿 你如果去看一下 对它是一个ab 嗯 哦这个不是 嗯 对 它这个products是个abstract 但是这个tv它倒不是 就是你这个concrete 对就是其实很简单 可以看一下书的第87页那儿 第87页那儿那个图 其实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书的87 嗯 这个好像不太一样 哦 是不一样的吗 106 你是说你说这个吗 还是这个这个吗 是吧 新新的书 对对对 这个图 因为这个图是factory 然后回到abstract 就我是想对比一下 它俩之间的区别 嗯 对 你看这个factory 直接return就是一个concreteproducts了 但是如果是abstract这个factory的话 它其实呃是 就是它对应的 就是它create的时候 它里面其实用的是呃abstract那种 你是呃是说这个new里面 这个concreteproducts 这个这个类里面是abstract是吗 对 它相当于两层的abstract 哦 那我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写错了呀 我的这个地方 你的是对的 你的是对的 我说的意思就是我想对比一下这个abstractfactory 就是如果是写成abstractfactory的话 就相对相对来说会多一点点不整 就相当于他中间又签套了一个接一层是吗 对对没事回头可以看一下一番军法那文章就可以了 哦好 好 好谢谢 我的水平太一般了 就 明明没讲讲讲讲懂了 嗯 他他这个地方还讲了就是这个有两个一个是那个他说provide the hoax for subject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说如果是这个factory method他可他可以当作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定义的是一个abstract的吗 他说他里面的具体内他就是他如果是定义一个他他就是这个方法是呃不能写的就是你只能定义成这样的不能写具体实现内 然后其实他他这个地方说的这个hooks一一是我看的一我我感觉他应该就是把它变成一个不是abstract就相当于是多再加一层 然后他这个里面factory他就可以写内容 然后写呃就相当于是一个default 呃这个地方有default 因为他这个地方说了举了一个例子说这个可能是windows那种就是呃呃呃就是掉那种空间窥的呃file dialog 然后他就是你可以返回如果你这个地方把它加了内容 然后他在呃呃呃一个称子一个一个抽象的接口的话那么你就可以返回一个默认的呃 那么已经返回一个 然后这个地方他说的话他说 下面他这个地方讲的是Conduct Parallel Class Herry 哎这个当时不太会读 然后他就是给了这个图 然后这个图其实也就是跟就前面这个 我就把它截出来了 其实是一样图 现在这个地方就对应一下应该 就是嗯 呃 就是把factor method 具体拿出来 然后 new 一个返回的对象 然后这个对象可以指向这个products 就通过这个工厂 然后来决定这个他具体去掉用哪一个内 然后如果在这个图里面 他是去画 line manipulator 或者是 text 就是大致是这个样子 有没有疑问 嗯 嗯 我有一点小问题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嗯嗯 然后因为我 嗯 我之前 我之前听说过这个pattern 但是我真的不太了解这个pattern 我有点疑惑就是那个 你左边的 嗯 你左边的这个图 然后那个structure上面 那个creator它是一个interface 我能理解 嗯 然后呢 他那个concreate creator 我知道他就要去实现他 嗯 然后我有点疑惑的是 那个product 他也是一个interface 对 就是这个地方 我来 回到这来一下 嗯 嗯 嗯 我上一下啊 就他们是怎么联系 就 呃这个这个地方 他就像 这个factory method 呃 先看一下这个代码 这个他比如说我举这个tv factory method 他就相当于是一个tv 呃 factory method 然后这个tv 呃 这个factory是 就是相当于是 这里的 creator 嗯对 creator 然后这个product 你看这个这个方法啊 这个啊 这个factory 它里面就是 如果在那个 呃 它的它是一个啊抽象的内 在这个内里面 他也定义了这个方法 就是 呃 product 它是一个返回返回类型 是一个product 然后method就是一个produce 就是生产 它叫制造什么东西啊 嗯 看一下在这儿 就这样 它是一个obstract factory 然后它里面是 是要返回一个这样子 的产品 哦 就相当于一个 一个那个 obstract class里面 它的那个 它有一个 那你能回到product 那个factory 那个class吗 嗯 嗯 相当于factory 是一个obstract class 然后它里面 它又有另外一个类 那它的好处是 关联起来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它相当于 啊就是这个相当于是一个最基的 就是相当于是腹内 就是这个factory它里面 这个就这里factory它这个里面生产所有的东西啊 都是这个比如说你要这里生产一个汽车 生产一个宝马 生产一个电风扇 它所有都是products 都是products 都是产品 这些具体的内 它都是来调就是继承于这个products 哦 我大概清楚了 就相当于creator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obstract class吗 然后它就里面这样创造要 它它有有另外一个obstract class 然后这个obstract class呢 它会是一种产品 对 然后然后这个产 然后这样的话 它的好处就是说是不是到时候 我们要产生任何一种产品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产生的这个流程和它这个产品本身的这个流程给分开化 是 就相当于就是说我要就是说 我有一个工厂我这个工厂可以制造 各种不一样的产品 然后呢我可以有另外一个像products 这个obstract class 这个的话我可以放放咖啡或者放 放放牛奶或者是放其他什么吃的各种各样的 然后 哎呀我觉得我没说清楚 但是我感觉我也不知道我理解对没有 是啊 它就是相当于是就不我我也是这样理解的 我也不知道 应该没有理解错吧 嗯但是你讲的挺好的我觉得我觉得还是还是就介绍到嗯 还是可以的很感谢了做到了鼓励 加油加油加油我再下去可以我们以后再好好讨论一下 谢谢谢谢 好那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嗯要是没有的话我们就讲下一个了那个装饰的模式了 下一个是singleton吗上次讲了吗 哦哦我我我可以我我本来以为我要把这个讲完再再放下一个人了哦那那你讲你讲也行啊都我都想了那那那你接着讲吧哦好那那那那那我就随便讲了啊 在166也就是电池数的166 Decorator 等一下这个Decorator它是属于creational pattern 吗还是已经属于另外一种了哦另外一种了嗯那这一种你能稍微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吗因为感觉之前是讲的creational然后这样跳到这里的话我们如果能大概介绍一下另外这一种的大概是什么可能更流畅一点 有没有人救我 有没有人救我 不是就就就就大家一起讨论大家一起讨论我觉得不然的话感觉有点跳跃去因为之前我们讲的都是creational的那个感觉他们组组组织在一起然后你现在讲这个的话如果在你讲之前能够就大概的嗯描述一下这是什么的然后接下来大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可能嗯可以更偏向去不想到大家会把这个万一联系到了creational就有点混乱哦哦哦 有没有人准备了 这个讲的是structure pattern 我我暂时还没发现他们的共性我觉得还挺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之前前一本书的话讲了这个adapter相当于一个转换器就你两个API不一样比如说牛和羊发音发的声音不一样哎他举的好像不是牛和羊他举的是一个也是两种动物 然后这两种动物他可能举的是鸭子和这个大概和鸭子和牛这样东西就是一个可以fly一个不可以fly这是他俩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但其他的就比如说他俩都有毛什么什么都是这些有一大堆共性但有一个不一样然后你可以用adapter去去转换一下然后这个composate的话就相当于一个tree structure 然后这个decorator的话相当于咖啡上面加同样的一个structure但是你在structure上面加一些decorator就比如说咖啡是你的base是两块钱然后上面然后你掉这个decorator的时候其实在上面附加了一些property 然后facade的话相当于和这个我们好像上面是没讲但facade我私下学过好像是和adapter其实挺像的就是他俩基本做的是相似的东西然后proxy的话也挺像的所以structure呃我没发现共性 是不是有根据我感觉哈是不是因为我感觉那个facade和那个adapter好像他们都是说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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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另外一个相当于中间加到一个接口 它可以转换到另外一个 然后facade相当于是 我有很多功能 然后相当于打包了给另外一个人用 有没有一种感觉 就是有点包装起来的那种感觉 但这样的话和你和composate 也好像没什么太大关系对吧 我不太知道composate composate的话相当于一个tree structure 就我们讲menu那一张是讲的composate 它是和iterator一起讲的 就比如说你有一个menu 一个menu的话上面有一大堆菜 然后这个menu底下有个小的menu 然后你要iterate他们的话 你要先iterate这个大的menu 然后里面有一不同的item 你就可以iterate 然后到了另一个小menu的时候 你再进去进这个小menu去iterate 然后相当于你有个tree tree上有叶子 叶子的话 然后叶子上就是这个tree底下还有一个小tree 小的这个树枝树枝上还有其他叶子 就等于你要一层一层的走 所以 可不可以把它理解成也是封装起来了 就是一棵树一棵树封装起来了 但是它和adapter有什么联系呢 adapter也相当于是封装起来了 因为adapter你不是我们有一个东西 它要跟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他们两个接种不了嘛 所以说中间要用一个interface对吗 就相当于这个interface不就是把之前那个老的给包起来了吗 相当于输送给你晚新的那个接口 但compose也听起来和和封装没太大关系对吧 好像是我可以再研究一下好吧 我觉得找贡献可能可能我们都把这几个individual这些东西都讲完之后再去找一下贡献吗 嗯 但是他为什么要放在一起讲呢 我我还没看下一张 所以我不敢乱说 我觉得一帆兄是不是看了 不好意思 我这就没没有书都没看完 可以可以那行 那我们下次下次一起去总结一下 好好好 好好好 那你继续吧 哦如果这样子的话要不要把那个哦 singleton先讲了 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 我蛮顺序吧 还是先把singleton讲了之后再再看这一张 行行行可以 那我们按顺序讲按书的顺序讲 好好好我都可以 那那那个屏幕就是怎么弄一下 哦我要退一下是不是 对 嗯那我来把singleton 嗯 看一下 嗯可以看到我屏幕吗 可以可以 我找一下 嗯 呃singleton他开始一来就给我们这里嗯用第一介绍了一下他就是说他我们要确定 他这里只有一个呃instance 而且确定的话他只提供了一个global的point去进入这个instance 相当于他呃需要实现一个类只有一个实体化的对象然后呢同时呢提供一个全局的访问点 然后我们需要保证这个内呢他只有一个对象然后这样的话他就可以降低了对象之间的偶合度 嗯 然后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书上的这个介绍他这里又讲了一下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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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力化,它不能保证你实力化,就是说它不能保证你只实力化一个object, 就是说你有可能实力化多个object, 然后呢,它这里有个,它就提供了一个更好的solution, 就是说让这个class它自己去responsible for keeping track of 它自己的唯一的一个instance, 然后它就相当于把这个任务,它就好像交给了它的class来做, 它说在Java中,我的理解在Java中的话, 我们通过使用对象实力化后来操作这些类, 然后类实力化呢,是通过它的构造方进行的, 所以说要实现一个类,只有一个实力化对象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在它的构造的,在这个类的构造的方法上面去下一些功夫。 然后它这里就讲了一下,那个用那个singleton这个pattern, 什么时候需要用的, 它就说了一下,它说这必须只有, 在一个class里面只有,才反复强调了这个事实, 它就说在一个class里面只有一个instance, 然后呢,它的客户呢,都可以很好的进入这个point。 ok,它就说它,在不改变它的code的情况下, 它可以就是说, 可以extensible by它的那个subclass, 然后就说,其实它就说你要进入它的那些subclass什么的, 你不能改变它的本身自己的那些code, 然后它就跟你讲了一下它的那个structure是怎么样的, 嗯,然后看看,其实,其实singleton,嗯,感觉它写蛮多的, 但是其实只要理解最开始它这两个特点, 其实掌握这两个特点的话, 也就比较好把握它的一些东西, 但是其实我感觉还蛮少用的, 用一个class来,一个class里面只有一个instance, 我,我不知道,因为我经验不多, 我其实还没怎么遇到过这种情况, 嗯,但是它这里给大家总结了一些, 嗯,它的优点是什么, 嗯,我大概理解就是说, 它,嗯,给我们提供了唯一的实力的受访, 受控访问, 然后因为在我们的系统中, 如果只存在一个对象的话, 这样的话可以节约系统的支援, 然后对于一些需要频繁的创建和相会的对象, 呃,单力模式的话, 可以提供了一个,嗯,高系统的性能,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呃, 实际的情况在,呃,单力模型的技术上, 呃,扩展出更多的双力模型,啊, 或者多力模型这种感觉, 嗯,但是你像我刚刚说了, 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嗯, 它不一定是特别好, 到,到现在为止, 我写的projects, 就是我的作业啊什么的, 我觉得感觉我没用到过它, 然后感觉它的,嗯, 缺点呢, 然后其实就是说, 我查了一些资料, 好像就是说,呃, 单力内的,呃, 职责过重, 然后呢,里面的代码可能过于复杂, 然后在,在一定的情况下, 就违背了,呃,单一职责的原则, 然后呢, 如果实力化的对象长时间不被利用的话, 然后会被系统认为是垃圾而被回收, 然后这样就是,呃, 我不知道那个Python里面有没有那个垃圾, 就是,呃, Gabbage,啊, 什么GC好像叫的是, 然后我不知道Python里面有没有GC, 但Java里面是有GC的, 就是说,好像很多不用, 用不到的一些代码, 他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自己被GC掉, 就是说,如果Singleton他又很重要, 然后但是很长时间没有被运用到的话, 他可能就被GC掉了, 然后这样的话, 数据可能就会被丢失掉, 感觉还蛮严重的这个情况, 然后他这里, 他后面在,呃, 他用那个C++, 他解释了一下怎么来实现, 因为我, 我真没有学过C++, 所以说不是太了解这里,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呃, Java的例子, 然后我觉得可能大家学Python, 然后可能看的话, 可能更容易一点, 学Python或Java的, 要是Java我也不太懂, 然后我就找了这个例子, 然后大家可以, 还是可以看到屏幕吧, 嗯, 可能到, 可能到, 好,好, 然后这里呢, 就是那个Java的例子, 它是怎么讲的呢, 呃, 我们大家先来一起看一下嘛, 它的情况是这样的, 我在网上找了例子, 然后就是说, 他说呢,呃, 现在有一个工厂, 然后呢, 里面只有一个仓库, 然后现在我们的目的呢, 就是说要用代码来实现仓库的管理, 然后建立仓库的类和,呃, 我们现在新有的做法就是建立了仓库的类和,呃, 工人的类, 然后现在呢, 相当于他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通过测试发现, 每次工人搬运操作会建一个新的仓库, 然后呢,呃, 货物都不是呃, 不是放在同一个仓库里面, 然后这样就我, 我们想要的是只有一个仓库, 所有的工人操作都发生在那一个仓库, 但是我们按照这个写出来的代码呢, 就是说他会因为他呃, 他会有仓库类, 然后会有一个呃工人类, 然后这样的话他这些工人操作的时候, 他们就把这些呃, 他们自己操作的东西放到了自己的建的一个仓库里面, 就每一次他都新建的一个仓库, 然后这个代码我先跟大家大概过一下吧, 他这里这个仓库的内, 他这里,嗯, 大家不要看这些, 呃, 就是跟被comment out这些东西, 一会儿再用的, 然后就是说他现在建的一个仓库用, 最开始就有就有十个在里面, 呃, 一百个在里面, 然后呢, 这有一个工人类, 然后他用的这个测试的代码, 给大家跑一下, 嗯, 然后这样子跑一下的话, 你就会发现他用这里的测试, 如果创建的这个呃, 第一个仓库, 如果是跟第二个仓库一样的话, 他就会说是同一个, 如果不一样的话, 他就是说不一个, 不是同一个, 然后跑了这个代码的结果呢, 他就是说他不是同一个, 然后呢, 我们这里第一个, 第一个工人, 他是增加了三十个到仓库里面, 所以说在一百减加三十, 然后就是一百三, 然后这里呢, 第二个仓库呢, 他是move, 哦对, 呃, 你看看这里他有两个操作, 一个是move in, 一个是move out, 然后他这里第二个工人呢, 他是move out呢, 呃, 五十个, 所以说他,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 他是从一百减去五十, 所以说可以看到他们两个, 就相当于这两个工人, 工人一和工人二, 他们两个在不同的仓库里面作业, 第一个就在他自己的那种, 相当于这里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们想在, 想所有的工人都同时操作在一个仓库里面, 但是结果是他们操作了在不同的仓库里面呢, 这就感觉违背了我们这种初衷, 所以说, 呃, 这里呢, 他就用singleton来解决了这个问题, 然后他singleton的主要的代码就是, 呃, 主要的代码就是这一块, 他就这里在, 呃, 新建了一个, 叫,呃, 这个东西就是自己类部的, 他的实力化做了一个singleton, 然后呢, 然后呢, 呃, 在相当于这里就是,呃, 用了一个get instance, 然后呢, 他把这个东西, 把自己创建的这个constructor, 就给,呃, private了, 这样的话外面是进不来的, 所以说他就就通过这里来, 相当于他, 他自己创建的这个东西就, 就他,呃, 这个,呃, storing house, 他这个class, 他就自己保证呢, 其他的人不能再去创造一个新的这个, 因为他这里用的private, 这就是刚刚那个书上讲的, 呃, 他要让他这个class他自己来控制, 就是这里, 他他他自己要去想办法控制, 呃, 他就是说无论外面怎么操作, 就只有一个instance存在在里面, 就保证呢, 一个instance这个特点, 就这几端代码, 然后这个时候, 呃, 因为我们用的private的, 所以说这里, 在这里的话, 他就不能直接去lue了, 然后我们就需要, 需要用他上面给出的这个, 呃, git, 呃, git instance这个function来调用他来实现, 来使你来调用他之后来创造这个, 然后现在我们再跑这个代码的话, 嗯, 大家先看一下, 这是之前代码的, 嗯, 跑出来的结果, 然后我们现在跑一下的话, 他就会, 嗯,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他现在是同一个场库了, 然后呢, 现在操作就是相当于是100, 100moving in, 嗯, 30就是130, 然后130呢, 然后再减去80, 就是, 嗯, 这里就是, 哦, 再减去50, 然后这里就是80, 所以说, 嗯, 这个情况下的话, 我感觉, 我自己觉得这个例子还蛮容易理解singleton的, 主要的是大家可能需要学一下, 他是怎么样子, 嗯, 用这段代码来实现, 就是说他创了一个singleton, 然后呢, 他在, 嗯, 因为他这里用了private这个constructor, 所以说呢, 你之后就是说在, 在, 就是说就不能再直接lue了, 你需要通过他给出了这个外部的这个, 呃, 给的instance这个messor的, 根据这个来创建新的, 嗯, 我, 我当时看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例子还蛮清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主要的singleton, 你必须, 嗯, 记住的就是, 必须, 我觉得必须, 大概一定要记住的, 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个情况, 然后呢, 就是说这个情况呢, 就是只需要一个instance, 然后呢, 嗯, 就提供了一个global的point去进入他, 然后你当时也可以想象这个例子, 就是说像你要, 嗯, 用一些有两个不同, 有两个类, 然后呢, 你要用工人去做一些, 创造一些产品的时候, 然后你想这些工人创造的产品, 他的这些, 呃, 结果都发生在一个, 一个仓库里面, 而不是他们每一次都去创建一个新的仓库, 在不同的仓库作业, 这样的话会, 嗯, 需要在一个仓库作业的话, 你可能就可以想到要用, 那个, singleton这个方法, 嗯,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还是这个太容易了, 我讲的太多了, 挺好, 挺好, 我觉得能能结合代码讲还还能跑出来, 我觉得挺棒, 嗯, 谢谢, 因为我觉得如果不讲代码的话, 感觉, 感觉不太好理解, 就是说也不知道怎么写, 嗯, 对, 嗯,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代码吗, 嗯, 如果你需要的话, 我可以贴在哪里, 可能, 可能你需不需要, 对, 我们不是有个google doc吗, 可以贴在你那个后面, 我有google doc, 我, 我好像没有他的念节, 哦, 等一下, 等一下可以再发, 哦, 我找一下, 嗯, 好, 谢谢, 哦, 你说, 哦, 我不记得, 我记得ood这个圈, 好像是没有google doc的, 是不是, 嗯, 我新, 我知道星期六的那个班上有, 我之前因为跟那, 跟那两节课, 他们他们随时之后时间冲突了, 我知道他们有, 就是, 这边我不知道有没有, 嗯, 我们可以见一个, 好了, 大家不是见过一个吗, 这个spreadsheet, 上面还有我们的, 就是每个人讲什么的安排, 哎, 那个是google doc吗, 那是一个excel啊, 我记得, 对, 那是excel, 就我这一次, 他可以把gethub链接贴在那个, 哦, 可以可以, 那, 那可以, 对, 那, 那就更简单, 不是gethub, 就是我自己local的, 哦, 你, 你push一下, 对, 可以push到gethub里面, 好好好, 我试一下, 对, 我直接翻给你们吧,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我其实觉得这个singleton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最难的一个pattern, 然后他用处还挺多的, 我记得, 真的吗, 我之前跟, 我也是以为他用处不大, 但是假设你在银行上班, 然后他银行的话, 你要去很多instrument嘛, 就比如说你每一个股票都一个instrument, 或者一个ticker, 然后你在create那个ticker的时候, 你只能create一次, 所以这, 这其实就是一个singleton, 还有你, 还有你db的时候connection, 就比如说, 你要, 你假设用sql的话, 你有个connector, 你要connect到db, 只能connect一次, 那也是一个singleton, 所以用处好像还挺多的, 还有这个, 如果你熟悉javaspring这个, 这个framework的话, sprint framework只有两种, 一种是singleton, 一种是prototype, 不是singleton和这个, 对prototype, 所以基本也是两种, 我个人觉得可能, 如果你弄多的话, 还用处挺多的, 还有一点是singleton其实还挺难的, 因为我记得这本书我不知道有没有讲, 我暂时没看到那, 我暂时只看到了这个prototype, 然后他用处还挺, 就是挺复杂的, 就比如说你怎么确保他只有, 只创造一个, 在concurrency的情况下, 然后这牵扯到threading的问题了, 就你要去lock, 你要去lock的话, 你想想, 就是你同时靠一个class的话, 你怎么知道通, 就是我这个class已经建, 就是已经创立过这个objects, 还是没创立, 如果是两个同时去靠这个class的话, 他两个是互相不知道的, 所以你要用lock, 或者是用什么volatile, 这个variable什么的, 其实到后期还挺复杂的, 我感觉, 我觉得是因为你刚刚也说的那个, 那个concurrency, 我觉得好难, 但是你刚刚说的那个银行的那个, 他如果每一个股票, 他都用一个, 你是说相当于每一只股票, 都用一个就是说class来实现是吗, 然后那个class, 然后是用只有一个instance, 就是那个就创那个股票, 他自己, 我猜是, 我猜是, 对, 但是这样好多啊, 他都好麻烦的感觉, 会不会啊, 嗯, 这我就不知道了, 我暂时还不知道, 这是我一个同事告诉我的, 嗯, 还有, 那还有一个就是java这个screen bean, 他也是一个每一个都是, 他每一个也可以是一个那个singleton, 所以具体实现方式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哇, 那那感觉他还好厉害, 可以可以, 没, 讲的很好, 讲的很好, 这个这个的话,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creational就完事的, 要不我们下周去讲这个structure吧, 我也没准备, 正好正好, 正好没人准备, 但下周的量还挺大的, 我想了一下就是, 我们下周要不要, 要不要分成两份, 就每个人讲一个, 然后每个人再讲一个, 我想一下, 就是说下一周, 我们所有的人讲两份吗, 还是把下一周的内容分成两份呢, 对, 下一周的内容分成两份, 因为我, 分成两周讲, 对对对, OK好, 怎么样, 好, 我想了一下, 这周的内容感觉也挺多的, 就是我们已经讲了两周了, 但是, 也是勉强讲完, 所以下周的话, 我们讲四个, 三个到四个, 然后再下周的话, 我们再讲三个, 好, 我觉得挺好的, OK, 行, 那我们就下周见吧, 好, 那我到时候把账带满, 然后我就不许到我, 我写就是说, 群主就是你那个每日一提的, 我用的那个GitHub里面, 可以吧, 可以, 可以, 那行, 到时候我发到群里面, 大家看看吧, 但是, 但是我这个是很简单的, 刚刚群主说了之后, 我就觉得, 因为, 因为我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 完全没有考虑到, 就是说刚刚说的Concurrency这些东西, 就是说, 所以说可能, 可能如果大家要真的好好学这个, 可能还得多看看, 其他的, 上一本书其实讲到了, 所以我们之前好像也聊到, 我这个问题, 那我再回去看看, 因为上一本书真的周六, 后来时间冲突了, 很多都没看到, 可以可以, 谢谢大家, 好, 感谢感谢, 那我们下周见吧, 下周见, 谢谢, 拜拜, 拜拜,